11月2日的選舉日即將到來 除了用選票決定候選人之外 有許多的提案也需要選民的關注和決定 阿拉米達縣主要提案之一的K提案 也就是Fremont聯合學區土地稅提案 是為了提供Fremont學校的穩定資金 徵收每年53元的土地稅 為期五年 必須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得票才能通過 所以三角有不少的錢 那雖然這個K提案呢 是可以給我們帶來差不多330萬 不能夠說是補足我們所有的這個Budget Cuts 可是這是一個5月的這個 這個5月的Parsal Tax 所以要是通過的話 我們每年多少都有一個330萬的計算 所以我自己覺得說是 我們整個World都是support這個提案 這個Fremont學區在過去這幾年 已經被州政府的減少預算 差不多2000萬元一年 那以他們每年兩億元左右的預算來說 比率已經相當的大 所以現在蠻需要一些錢暫時補助一下 可能經濟好一些以後 五年後或許不需要 但現在覺得蠻需要這一筆錢 讓Fremont的教學質量能夠保值 除了華裔民眾相當關心的教育議題之外 華裔的參選人和社團代表 也紛紛鼓勵民眾踴躍投票 才能讓華裔族群的意見和權益 更加受到重視 洪欣衛視記者是阿里 Fremont採訪報導 現在也是 他從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